hello 欢迎学习爬成功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一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城市的那个新房 以及20房的那个链接 已经把它给爬去下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爬去下 就是每个城市下面对应的 这个新房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新的话来点一下 随便来点一个 比如说点击这个潮 点击这个什么呢 随便找这个广州 这个广州 随便会我们再去 来到他的这个什么新房 HOS new house 来到这个新房里面 然后来到这个新房里面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新房 广州下面所有的新房的这些数据 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 那么我们再去解析这个页面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确定一下 我们哪些数据需要解析的 我们在爬成的时候 不是说把这个页面 全部的爬去下来就ok了 我们要爬去有用的数据 不需要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剔除掉 好 那么有用的数据的话 来看看哪些地方 哪些是有用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名字 对 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小区 它总共是有几居的 对 好 然后的话 还是它的那个什么呢 建筑的面积 以及它是在哪个区 哪个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哪个区 以及它这个小区是在哪具体的哪个地方 对 好 接下来的话 再来爬取什么呢 再来爬取它对应的这个价格 对应的这个价格 好 接下来再来爬取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哎 这个东西是否正在售啊 或者是处于一种预售阶段还是在售阶段 好吧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给排除下来啊 那么我们再去解析这些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把这个item起码给写一下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吧啊 这地方来到我们这个items里面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我们给那个叫做叫做new house吧 new house啊 新房的那个item啊 好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类部对啊啊 还不行啊 还有两个是省份和那个城市啊 brvince等这个什么的scribe.field啊 第二个是那个城市啊城市 那么城市的话就是city等这个scribe.field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小区的名字啊 小区的名字对吧好类部是等这个呃 等这个scribe.field啊 好 接下来的话是那个呃价格好吧 价格啊 价格是那个bicbic等这个什么呢scribe.field啊 好 接下来的话还有是那个呃 呃看下来是有几句的对吧 那么就是呃几句啊几句 啊这个这个有可能是个啊这个有可能啊 这个是个列表啊 因为新房的话他不是那种二手房 二手房的话是直接切二定的这个房源 而新房的话 他其实就是对这个小区里面有哪些房子来做一个什么的概括 对吧 就像是这个他里面可能就有什么呢 有一居的呃有那个呃有一是一厅的对吧 有一是二厅的一是三厅的一是四厅的一是五厅的都有 对对就是这个小区里面他可能有这么多居士啊 他可能有这么多内心 说的话这个几句的话他可能是他反过来的应该就是个列对 好 路姆斯啊 路姆斯是能这个scribe.field啊 接下来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呃那个面积啊面积啊 面积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那个 嗯 are a 等于这个scribe.field啊好 接下来的话是那个呃看下啊 地址啊地址啊 那是dm address addi s等于这个scribe.field对不对好 接下来的话再给他指定他是属于哪一个行政区啊行政区啊行政区啊行政区的话我们这地方有个专业名字啊就是distri distri ct啊等这个scribe.field对比较他是属于增程区还是佛啊但是佛是太远了是吧还是属于那个哎 方域区对不对啊那的话还有是那个嗯 还是什么呢是否在售是吧是否在售啊是否在售啊是否在售啊 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写个好什么的欧塞啊或者写个塞啊塞啊是等这个scribe.field啊好接下来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呃他的那个原始的ul吧就是这个详情页面 嗯呃房天下啊详情详情页面的url啊他们是orgenur原始的ur对吧等于这个scribe.field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新房的这个item把它给定义好了啊新的item我把它给定义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排床当中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解析一下这个页面对不对再去解析这个页面啊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去 来写啊 里面有22个楼盘他这个小区的名字的话只不过是放了放在这边进去掌位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一行数据这个数据我们就不要了好吧这个数据我们就不要了啊啊当然这个是后话了待会我们再来爬一些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讲到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爬取这个里面呃这些新房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就呃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列表装了所有的这些信息对对好那么这边来看一下啊 呃真的被我猜中了对他说在这个下面的话我们把它放到右边来啊 他说在下面用一个ul标签把它给装起来啊ul标签的话代表是无序列表 然后里面每一个什么呢每一个房源信息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利标签对对就是一个利标签啊你看我放在下面放在下面这边每个房源就是一个利标签啊对对一个利标签啊好一个利标签 所以我只要获取到这个ul下面的所有的利标签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一页当中所有的新房的数据啊对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获取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这个div啊叫做nlc下回销通过这个div然后的话拿到下面的ul再拿到下面所有的利标签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了对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来写啊就是 就是vns 但是所有的利标签啊然后是vns 然后是vns 然后的话他的这个class是什么呢 class是class是包含这个包含这个啊包含这个nlcon啊好 那么包含的话我们这边就要有一个就用了一个行数 叫做contains啊然后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是包含这个啊 好这样的话就说哎这个当一号一个选择后面对吧这样的话就是说啊这个 随后天这个div他的那个类当中包含这个呃包含的一个真的啊包含的这个类到一个真的利标签对对好下面的什么呢下面的ul下面的所有的利标签对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利标签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便利这个利标签的这个列表啊或利标签 in l i s啊好 那么我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利标签去提取里面的这些数据的对 好来检查一下啊好比如说这个呃这个标题对吧就是这个小区的名字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它是放在哪里呢它是放在 哎呃这个div下面对的这个叫mlcd下标签类母下面的这个啊标签下面的这个a标签下面对的好 那么我们这边是内部是等这个东西对吧 那是b点sdts是吧d然后是这个divdiv然后它的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啊等这个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a标签里面的这个内容对的下面的a标签里面的内容啊下面的a标签下面的这个内容test对不对好这边的话我们再get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名字把它给拿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来打一下这个名字好不好打一下这个名字啊好这地方我们break掉 然后的话我为了测试这个东西哈呃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就不让它爬取那么多啊我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break掉好不好break掉啊 这样我在这个里面break啊在这个里面break的话他就只会爬取一个城市对的只会爬取一个城市 然后我在外面这个地方break掉的话他就只会什么呢他就只会爬取一行啊上面这个的话是控制一行里面这个的话是控制一列 那么啊我都break掉意味着我只会去爬取一个城市对爬取一个城市的话他就这个地方就只会来到这个地方对 来就只会去执行一次这个行数执行一次这个行数的时候我这个地方也break掉就只会去获取一个小区的名字对好 那么我们来走一下啊或者我这个地方不break掉啊不break掉我这个地方来让他打印这个页面当中所有的城市的那个呃名字 好不好不是城市的名字啊所以小区的名字啊 好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当时的话他前后有一些这样的空白字符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给删掉对好那么该怎么删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调用这个strip sdip行数啊对试一下啊这个dint name对不对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ok了哎这样的话就ok了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列出了我们啊一个城市下面一页当中所有小区的那个啊小区的名字对对好那么这个是内幕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什么呢再来获取 啊就是那个呃呃就是那个几时的啊再获取几时的啊 好那么这个几时的话他就在哪里呢他就在这个div下面啊这在这个div下面然后这个div下面的每一个 A标签下面对对每个A标签下面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去写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只要获取这个DIV 然后拿到这个DIV下面所有的文本 拿到这个DIV下面所有的文本 那么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2G斜杠3G斜杠4G斜杠 然后干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 这个多少频繁对对 那么我们拿到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再来给它进行分割 再来给它进行分割好吧 好这地方的话我们就是来写 就是那个 它这地方是叫做什么名字呢 叫做这个house type对吧 好那么我们这地方也是写个house type 那个typ type 那个sd dst等于什么呢 力标签.spats 然后是这个标签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DIV下面的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等于这个那个house type对吧 这个house type也是包含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是要写个contain 啊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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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这个add class是包含这个啊 下面的那个文本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注意要写两个鞋杆 因为如果你只写一个鞋杆的话 它就只会获取到 这个div下面的直接啊 文本那么的话只会获取到它 像下面这些文本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a标签的 那么的话一个鞋杆是获取不到的 对我们这边需要给两个鞋杆 意味着获取它的子层元素啊 好 那么这边再给你掉下这个什么呢 给get all啊 给get all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了 再来打印一下这个什么呢 house type啊 打印一下这个house type哎 好保存一下 再来执行一下啊 哎得到的是个空的列表是吧 啊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傻写个点啊 傻写个点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写点的话啊 他就直接从这个response 他的根目楼去找了啊 就是在这个网页的根目楼去找了啊 哎这个地方也得到的也是个空的是吧 嗯看一下啊 啊写错了是吧 house type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 呃 1g啊 这个3g 然后是这个平板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对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来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什么呢 来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呃 解来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啊 这个地方给个list吧 is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house type type那个ddst 呃这个list啊 我们先把它给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字符站好吧 完整的字符站 这的话呃或是或是这样好我们呃 把它 我看一下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啊 我看一下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啊 我们先把它给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字符站好吧 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字符站 然后再来进行分割啊 好 这里面是那个通过这个呃 空白的进行分割啊 然后进进进去连接啊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给个house type tdst 好吧 这里面我们再来打一下看一下啊 啊 或者这样哈 我们先对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个每一项来积极处理啊 怎么处理呢 我去把所有的空白字符全部都把它给伤掉 然后的话啊 再来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就好一点啊 我先将这个列表当中的哈 每一项把它的那个空白字符伤掉 伤掉以后我再把它给拼接成一个啊 拼接成一个字符啊 就把它给拼接成一个字符 好吧 好 这里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卖盘数啊 然后这边给个namb代表的是x 然后我们这边把它给替换掉是x.replace iplac 是把这个呃 空白字符把它给伤掉对吧 好 伤掉啊 好 这段的话我们后面是跟这个house list type的啊 接下来再来打印这个house type list的啊 这是个map对象 那么我们不再把它给转换成这个列表啊 看一下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访问这个东西访问的太频繁了啊 这个写错了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直接用那个正在表的式来匹配好吧 证定用正在表的式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去写啊 i.sub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写个那个什么呢 干s 然后替我那个空字符这个地方是x啊 好 这样的话就ok的啊 这样的话就ok了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吧 对了就有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列表当中的这些 哎 这些数据来给他进行提取 对吧 来给他进行提取啊 我发现这种方式处理不是很好 对吧 处理不是很好啊 那么我们还是来换种思路啊 就是怎么来做呢 我们先把这些几世几世的这些东西先把它给拿出来 好吧 啊 刚刚这种处理方式啊还不是很好啊 还不是很好啊 那么我们这边是housetype list啊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怎么取呢 我们通过拿到下面所有的a标签里面的这个test 对 我现在拿到这个下面拿到这个div 然后拿到所有的a标签 然后再拿到里面的这个test 好吧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type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走一下干干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什么呢 把他给把这个列表反归当中的没像 把他的这个空白字符把它给去除掉啊 好 那么就是这个i1点啊 那个list 然后是map对 map 然后是这个nab呢啊 然后是x 然后是那个啊 i1点sub 然后是这个啊 然后是这个写个s 提款中一个空的字符 只要再给个x进去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再来给这个什么呢 house type list啊 好这样的话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这个house type list 保存下来运行一下啊 好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啊 几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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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的吧 对 呃这个是首开龙亭亭酿项目在什么什么 呃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是 呃这个北京的这个是吧 看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的呢 是这个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我那么就没有办法获取的啊 就没办法获取的啊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 把它给删掉啊 嗯 嗯 如果是这个啊 如果是这个错误的数据啊 我们就把它给删掉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掉那个什么呢 就可以掉那个过滤的函数啊 过滤的函数就是那个 呃 field啊field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再来便利下啊field 那个list啊 然后是那个呃 field啊field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也是给个那么的比较是x 然后的话他也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s 他是以这个啊 以这个g结尾的对不对 如果代表的是有几g 代表的就是以这个g结尾的啊 点s为一次啊 这个地方以这个g结尾的啊 以这个g结尾的啊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是house type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只会过滤以这个g结尾的 那么像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没有了明白是吧 好那么我们再来打一下啊 再来打一下 呃 这个地方也是要把它给转换那个list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没有了吧 因为刚刚我已经给他进行了这层过滤 对给他进行过这层过滤 他不满足这个条件 说的话反过来的就是个空的列表 好吧 好那么有这个空的列有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啊house list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啊就是这个rooms啊就是这个rooms啊就是有几句啊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rooms啊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好那么解写完这个rooms啊 好那么解写完这个rooms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解写下面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面积啊这个面积啊这个面积啊这个面积的话 那他其实也是在这个div下面啊 只不过不是在这个a标签下面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a r e a 等于什么呢 而立点xdx 只要是这个.div 要是那个好 sou type对 下面的这个test啊 好这个地方在get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a r e a 保存下 好来看一下啊 嗯 不可用的xpass啊 这边多了个f4 得到是个空白字符对吧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不能掉这个掉get啊 如果我们直接掉get的话 因为他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返回来的是这个啊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 如果你直接掉get 他就只会获取到前面的这一行数据啊 或是一个空白行 那么我们这边要掉这个get 啊 然后他反过来是个列表 那么我们要把它给转化成一个字符啊 就是这个一般 点join对吧 再给它认进去啊 这样的话他反过来就是一个字符吧 好那么的话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正在表达的式的方式把它给去除下 哪些东西需要去除去除呢 这些空白字符需要去除 那的话这个横杆也需要去除对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l再来去除下啊 are a are a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are.sub 然后是这个啊 正在表达是斜杆啊 我不知道空白字符 或者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横线啊 这个横线都要把它给去除掉对 对不对把它给去除什么呢 一个空白字符 只要把这个地方再给are 保存一下 好再来指定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 呃 这个斜杆也把它给去除掉对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是这个斜杆啊 还有这个斜杆 好这样的话就有了是吧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给这个横线 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没有去除掉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个横线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英文里面的这个横线啊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拷贝过来直接放到这地方来 好吧 你看一下哈 之前那个横线的话是不是在中间啊 是不是在中间啊 只要如果我把它给替光成这个的话 它是不是往上面偏一点啊 这个横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横线呢 我也不知道啊 没有关系哈 我们直接把它这个里面复制过来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对了 好再来指定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ok了 是就ok了啊 下面这个东西没有的话说明这个呃 这个面积可能他这个里面没有这个数据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好吧 没有办法了啊 好那么这个面积获取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这个呃 他是属于哪个区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啊 呃 他属于哪个区 其实的话 他这在哪里给定的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给定的话 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A标签 只要找到这个A标签当中的这些啊 文本的这个内容 然后的话 再去截取这个中框当中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个区啊 对了 好那么我们这边再来获取啊 Di Di S T D 这个什么呢 呃 Li点SPA贴纸 贴纸啊 或是这样吧 或是我们先来获取这个啊 他所属的这个地址 好吧 那么地址的话啊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获取 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A标签下面啊 这就文本信息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址啊 但是下面这个文本信息的话 他可能展示的 展示的不是很全 展示的不是很全啊 你比如说拿这个地方的微利来跟大家讲啊 这地方 他在我们下面这个地方展示的话 他是不是只展示的是七星啊 七星路与七北 然后的话就点点点啊 而在什么呢 在这个上面的话 在这个A这个title里面的话 他是不是就列的比较全啊 七星路与七北路交会处 而这个地方是不是后面 因为他这个限制的 他的这个展示的方式 把后面多余的字符上 用三个点点点来展示的 对 说的话我们获取地址的话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A的title当中 或许会比较安全一点啊 会比较好好好一点 对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获取这个地址啊 这个A标签啊 下面的这个A标签 A标签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title属性啊 title啊 好 这样的话get就可以拿到这个地址了 prand一下add iesss 来走一步 哎 不可用吗 我的这个插发子语法写错了吗 嗯 没有写错吧 他是说我这个 哦 插发子这个单子写错了啊 好 好 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啊 好 那么这个是地址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啊 就是这个呃小区 它属于哪个区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A标签下面去获取 呃这个东西啊啊 啊 那么可能有的东西就会想是吧 老师我可以通过这个A标签下面的这个span标签来获取这个里面的这个文本 人的话再提取这个中号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简单一些呢 这样的话啊 确实是更加简单一点 但是的话很不幸啊 不是所有页面当中都有这个span标签 那么我们啊 能够提取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只能拿到这个A标签下面所有的这个文本信息 人的话再来获取这个中号当中的这些数据 明白是吧 当然啊 我知道 就是说我之前的话啊 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做的 就是我长到这个A标签下面 找到这个span标签 然后span标签里面再提取这个区 把这个中号把它给去掉啊 就适合这个区的 但是哈 呃像不是像像有些这个页面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这个span标签的 他是直接将这个啊 区呃这个中号和这个东西放在一个放在一起 明白是吧 那些情况下的话你就直接提起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啊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哈 我们直接提取这个A标签下面所有的文本内容 人的话再提取这个中号当中的这个文本 这的话就会比较保险一点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来写啊 di sd i c d district啊 这个呢拿到下面来 只需要周序 然后的话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可能叫c 然后的话拿到这边可能叫v 下面改成那个什么呢 test对对 好这边再get all啊 get all的话他会反那是一个什么呢 反或者是一个呃 这个我们要写两个显卡哈 要写两个显卡 为什么要写两个显卡呢 因为如果你只写一个显卡的话 这个sd标签下面的这个内容就获取不到 对对好 那么我们要写两个显卡 然后get all的话 就可以将这个啊 这个a标签下面多行的数据 全部都获取到 对不对好 那么的话他会反过列表 那么接下来 我们调用这个join函数把它给变成一个自转 好吧 变成一个自转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再来提取这个里面的这个呃 区域对吧 这里面是那个叫做test啊 ds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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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 不是 不是替换好 我们要去把它给提取出来 就是那个search search 那么我们提取的话啊 就是呃 怎么提起呢 这个前面可能有多个字符 对吧 心点心 知道的话 他是在这个啊 中挂中间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政策表的事当中 这个中挂的话 他是一个特殊的字符 说的话 我们这段的话就要给个斜干 给他进行转印 明白意思啊 给他进行转印啊 只要在这个中间啊 就是啊 我们想要的数据 对吧 我们想要的数据这个东西啊 就是那个点以及那个加号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把它给提取出来 就使用这个group 还说把它给提出来 那么我们这边就用一个啊 原划把它给扩起来 好吧 好 那么就是现在啊 就现在是已经匹配到了前面这部分啊 只要如果我们后面这部分的话 也有可能有 那么我们这种的话就写个点心啊 只要的话 这边再调一下这个什么呢 啊 这边把这个district test传进去啊 这边再调一下这个group 这个团数就可以拿到这个圆块 当中的这个内容了 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district 这个区域啊 保存下 再来走一步 哎 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了 嗯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 嗯 我们这个地方要group一哈 你如果直接group掉 如果你直接group的话 他会将整个字符上全部的包大给返回来 这里面我们只要提取这一个圆块当中的 那么我们这边就写个group一啊 写个group一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拿到了这些呃 他所属的那个行政区啊 所属的那个行政区啊 好 那么这个行政区有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或许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否在售啊 是否在售啊 来检查一下 好 这个是否在售的话 他是好 我们如果是在售的情况下的话 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in sale啊 是在售 那么如果他是处于一种代售啊 呃等待销售对吧 代售的话 那么他是什么呢 他是属于这个啊 for sale啊 for sale啊 那么其实什么呢 不管你是代售还是在售 他其实都是在这个spin标签下面 都是等于这个 都是在这个什么呢 房源这个的第一个spin标签下面 对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他是不是都是在这个房源的第一个spin标签下面 这个这个文字都是在第一个spin标签下面啊 对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方式来提取啊 然后的话他是在这个这个房源这个字符章下面对我们叫c 然后的话拿到这个来就是div 然后的话这个呃 c o n p a s 啊 s 然后的话 class是包含这个东西 因为包含这个啊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spin标签下面这个文本对对 好 这个方点ge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他是否属于一种销售状态啊 s a l e啊 保存价好 再来走一下啊 好这样的话都是在售的对的都是在售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下哈 这个他的那个价格啊 那个价格啊 好这个我们来也是选中啊 好这个价格的话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n house price的这个下面 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一定一定要记得把他的这个单位也把他给拿过来哈 因为如果你不把他的这个单位拿过来的话 像有些他像有些房子的话 他就直接说多少钱一套啊 并不是你看这份是不是啊1250万元每套起啊 对对 那么你就不能直接只拿到这个数字啊 如果你只拿到这个数字的话 哎就会比就会乱套了哈 别人就以为说哎北京还有1250块的那个房子吗 啊那肯定是不存在的对对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要把这个啊 我们要把这个单位拿出来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要将这个div下面所有的啊文本内容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 对对好 那么这边我们再来获取一下啊 然后的话他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个class啊 他的这个class 是等于这个啊 等这个下面的文本对不对 文本都把它给拿出来 ok的哦 好 这个地方的话他也会返回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也也是把它给转换了一个呃 我看一下啊 他反过来是个列表是吧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转换了一个字帐啊 好再来打一下啊 price 好有了是吧 呃 呃有的是有了啊 但是的话还要把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把它给去除一下啊 呃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个price来给他进行正式表达式的 替换啊 i1点sub对吧 啊 这个地方给个什么呢 斜杆s 然后后面是不是还出现这种广告啊 对对或者是啊 广告啊 也要把它给替换了一个空的字帐啊 这个price啊 好这样的话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price对对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啊 哎这样的话就有了啊 这个地方没有的话说明啊 他这个价格是没有的 对对这个价格是没有的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价格也有了啊 这个价格也有了 呃现在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取到啊 呃这个城市啊 省城市也有了 名字也有了 价格也有了 几句也有了 面积也有了对对 然后这个地址也有了 行动器也有了 是否状态也有了 还有这个二指约啊对对啊 这个二指约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二指约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来提取这个啊 提取他的这个链接了对不对 就是提取这个小区他的这个链接了啊 那么就是这个啊 这个的话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 ncmlcd类姆下面的这个a标签啊 好 那么这个是oihm 是等这个呃 立标签下面的插发死啊 这个然后点下面的那个呃 div对不对 然后这个 啊 classclass 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对吧 等于这个下面的a标签下面的这个呃 srf 对对啊 这边的get啊 这的话呢就可以拿到他的这个详情页面的ur了啊 详情页面的ur啊 好 再走一下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了 就是详情页面的ur啊 详情页面的ur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呃 新房的这些信息 我们就像那是已经爬起到了 爬起到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构建一个itm 再把它给反复回去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些itm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from 下这个房点itm input了下这个new house 以及这个什么呢 啊二手房啊 二手房还没写是吧 我们先把这个new house把它给拿过来啊 好 这边是那个itm 是等这个new house new houseitm 然后的话lame是等这个lame 然后的话这个啊 rooms是等这个rooms 对不对 还是air是等这个a r1a 等于a r1a 只知道话addr1s是等这个add r1s 还有是这个distt di sd等这个distt 对不对 还是这个sell是等于这个sell 对不对 还是这个price是等于这个price 还是这个oijm ur是等于这个oijmur对 好 那么有这个itm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year的过去啊 再把它给year的给回给这个pipeline 好吧 给这个pipeline啊 对吧 啊 当然还有这个城市和这个省份和城市没有给啊 插插插插插 tlvnc等这个tlvnc 还这个city 是等这个city 对不对 数一下我们之前这个地方是有几个呢1234567891010个对吧 这地方是有几个123456789 就挨个城市对吧 好这样的话就ok了啊 这样的话这个itm就ok了啊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新房的这个东西啊 这些itm就已经有了 但是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是只爬取这个城市下面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只爬取比如说爬取北京 北京城北京这个城市下面第一页的所有的新房司机啊 下面的话是不是还有很多页面啊啊 是不是还得进行方页啊 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获取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方页的这个ul啊 这个下页的这个ul啊 好那么这个下页的ul的话其实也比较好好获取啊 他这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啊 配置的这个啊dm下面 然后的话在这个下面有个ablj ablj的话他这个地方有个class是等这个nest 好吧 好这个地方就是找到下一个啊 nestu要是等这个什么呢 response.sba贴纸对吧 只要的话啊 这个nestu要的话是不是在这个for循环当中啊 他是独立于这个for循环的 独立这个for循环的啊 下面的这个dm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class是等于什么呢 class是等于这个 然后的话 拿到这个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a标签啊 然后的话这个a标签他码做什么呃 东西呢 他的class是等于这个nest 对不对 好下面的人srf属性对好 这边再给get or get啊 这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下页的链接了啊 就可以拿到这个下页的链接 那么下一的链接的话 你看一下啊 他这个地方下页的链接 嗯 他这个地方是完整的是吧 哎 就是有些时候他这个下一页的这个链接的话 他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完整的 那可能不是完整的 所以的话我们就要用那个什么呢 you are drawing 把它给变成一个完整的 好吧 把它给变成一个完整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来写啊 就是if next you are 如果有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发送像 发送什么呢 下一页的那一个请求 好吧 yield yield 然后的话是这个scribe.request 然后这个scribe 那个you are的话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response.you are drawing 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是个完整的 好了 也是那个nest you are 然后这个callback的话 是等于这个scribe.那个什么呢 pass newhouse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调自己啊 对对是不是循环调自己啊 就是如果有下页的话 那么我们再去解析下页 然后这个回调函数肯定也是自己 对对也是自己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同样也要去把这个info信息把它给传回去啊 好 这个地方是meta 那么一贴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一个字体 那是info 然后这个地方再给个两组 那是prvnc 以及这个什么呢 这个city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人 这个新凡的这一个我卡取 我们就差不多了啊 就差不多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